《天氣報告》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本港今日的天氣一般 下午在維港看出去 雖然雨沒有下降 但其實雲量相當多 至於氣溫方面 今天下午由於多雲的關係 各區氣溫比較平均 幾乎29至31度左右 其實香港今早下過雨 雨量主要集中在香港的西面和北面 其中在元朗的樓浮山附近 更加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紀錄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裏 幾多香港附近的華南沿岸地區 其實雲量相當多 原因是今天有一個低壓區 由東向西橫過香港以北的廣東內陸地區 我們預計這個低壓區 將未來的幾天 徘徊在海南島附近這些地區 是為廣東、沿岸地區 包括香港在內 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最新的雲動與預報 記得香港附近 很多藍綠色的地區 即是表示在這個周末來說 香港會受着趙雨所影響 至於詳細的天氣 都是這樣的 多雲和有趙雨 明天有幾陣雷暴 氣溫介乎26 到29度 風會吹輕微至和緩的南南風 展望方面 剛才說過受到這個低壓區所影響 所以星期日打好幾天 其實我們的天氣仍然會不穩定 比較多雲、有趙雨、甚至是有雷暴 似乎這個週末的天氣一般 明天要出街的朋友記住戴一把傘 今晚的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和週末 再見